为了强化在地的防灾能量 新北市政府从107年开始 积极和在地企业合作 今年又和鸿海同心电子 台湾松下等7家知名企业 签署了企业防灾合作备忘录 预定115年达到500家合作企业的目标 强化在地防灾能量 新北市政府举办112年度 企业防灾合作备忘录签署典礼 由副市长刘荷兰 代表市府与鸿海 同心电子 台湾松下等7家企业 签署企业防灾合作备忘录 副市长刘荷兰表示 新北市自107年起 推动企业防灾政策 至今已有187家企业完成签署 预定115年达到500家合作企业的目标 从107年开始到去年年底 我们已经有187家的企业防灾 那在两个礼拜前 我们的这个防灾演练里面 也特别在宣示 到115年 也就是未来这4年 我们要从187家增加到500家的企业防灾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7个企业 都是各领域的龙头企业来一起参与 让我们极端气候下 我们所有的生命财产可以获得最好的保障 刘荷兰指出企业防灾重点 在协助企业提升自主防灾能力 辅导企业强化防灾机制与内部安全 而各企业也能运用其资源 回馈地方防灾的工作 企业参加以后 我们将有辅导的伙伴 会进到企业一起来讨论 相关的防灾的准备跟防灾的设施 是不是足够 我们也会提供新北市政府的资源 进到我们各个企业界 让每个企业的防灾做得更落实 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们有1032个里有这么多的社区 所以如何让企业防灾跟社区防灾 做一个紧密的连结 这也是未来我们消防局会跟企业 参加的企业一起来合作努力的 消防局表示 企业防灾的合作领域相当多元 包括工厂 卖场 食品业 旅数业 物流业等 未来新北市政府将持续扩大 并深化与企业的防灾工作 让新北成为一个安全耐灾的城市 记者轮红采访报导 众所关心的基隆捷运计划综合规划工厅会 在新北市戏指区行政中心11楼举行 现场涌进上百名关心捷运建设的戏指民众 整个会场座位几乎都被坐满了 选区立委还有议员 多位里长都出席表达宝贵的意见 希望捷运工程能够尽早顺利开工 把长根站2把汐止军工所站的时候 跟我们的系东线会交接在一起 那之后呢汐止军工所站跟系科站 跟张苏万站这个是系东线的部分 那张苏万站呢 我们跟它是属于共站的部分 那之后张苏万站我们就分开来 继续我们的南洋大嫂站 汐止人期盼好久的捷运 现在分成两条路线 一条是汐止民生线 而最近也受到关注的就是基隆捷运 为了让规划更完善也听取地方的民众意见 交通部铁道局召开工厅会 说明基隆捷运计划路线与规划的内容 包括沿线设站等等 而在简报之后也听取地方意见 那我自己有去南港财园那边 大概先看了一下 那个从基隆捷运的站到 南南线的月台大概都走大概5分钟的时间 那南港站其实大概 转程的话也是大概7到8分钟 所以这个部分就对于运军竞争力的影响其实蛮大的 南新路这是 西科这是一个很大的民众所需要乘坐的一个南港 我希望车站的出口口要给我们规划 不要真的下雨天的时候 大家真的想道路又不方便 然后用白米的来去赶捷运来去赶火车 这牵涉到前瞻的经费 那西东县跟金融捷运是不是可以先脱钩 所谓脱钩就是因为你不把计划拆开来的话 他们两个的会变成 就是在经费的争取上他很难去切割 那西东县走在之前 那金融捷运走在之后 如果再这样子牵涉可能又是下一个十年 有部分的路挡是用台铁的第三轨 那我想确认一下如果说 金融捷运用好了之后 那对于台铁我们中程长程的 使用的民众的冲击大概是什么样 轨道运输我们一定支持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说 让民众知道说 对金融搭乘其他轨道运输民众的一个需求 民意代表希望不要让细子人在等十年 一直以来细子核实能有捷运地方很关心 里长也希望周边的交通规划措施 能够更完善等等 更符合居民的需求 还有立委赖品瑜就认为 目前公厅会给的资料并不够详尽 包括经费分配等等 都应该让民众知道 那尤其是中央跟地方 这个协调的过程中 那你应该更清楚的去讲说 那你们认为各自发现的困难点到底在哪里 到底是说经费如何分担呢 还是轨道上面 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个其实应该是要去讲清楚的 都应该要跟民众清楚说明 目前我们可以常听到 就是基隆台北在那边有点意见 所以首先第一个要提出来就是说 希望铁道群能够有备案 若是基隆一直没办法处理的时候 是不是一样改造系统线 重庆断先做 例如从北户土那边切到台南站 机关来做的时候 一定会跟当地的群众做最好的沟通 那基隆节育走到今天 要来跟大家召开工厅会 其实我们在 整个政府建设计划的程序里面 这已经算是走到 三场工厅会办完广征地方民众意见作为参考 基隆节育目前规划从南港站到八堵站 全长15.59公里 沿线会有13座车站 有部分走高架部分会地下化 而在张树湾站是一个分水岭 预计施工骑程是72个月 在综合规划核定后9年同车 这层慧林希致采访报道 从高速公路下交流道 来到新北市实定双西口 就可以看见一个大大的牌楼 近来牌楼上的欢迎词已经更新了 原本挂的是吉祥如意 现在已经改成醒目亮眼的实定欢迎您 而实定淡然一文馆的招牌字 也同样更新了 大大亮眼的金色字样 实定欢迎您远远的就能够看见 在实定双西口牌楼上 原先上头挂的是吉祥如意 现在已经换上了实定欢迎您 这五个大字了 实定区长刘彦博表示 双西口牌楼历史悠久 也是游客来到实定第一眼看到的标的物 但不少游客反映 常常来到这个路口 都还不晓得已经到了实定 因此将牌楼欢迎词更新 用最醒目的方式 让每一位来到实定的游客 都能够感受到实定展开双臂欢迎的满满热忱 常常到了路口之后 不知道老街或者是去工作 或者是有些地标要怎么走 所以我们特地在那个地方 其实做了一个翻新 就是可以让来实定的游客 其实更清楚地知道 路要往哪边走 所以我们其实更新 就是以实定欢迎您五个大字 然后来告诉各位实定已经到了 另外实定淡兰一文馆 也同样挂上了崭新的招牌字哦 将原先白底红字的招牌 改为具有设计感的书法字样 并且注入白色现代美学 让一文馆的外观 更具清爽和血液之感 提供来往的游客 有一些旅游的资讯 还有当地美食的一些介绍 另外在二楼 我们也会结合当地的艺术家 做一些艺术展览的演出 那其实在门口的招牌 也的确是年久比较旧了一些 所以我们最近 其实也一并做了一个繁星 希望大家其实到 实定旅游的过程里面 也可以到我们的一文馆里面 去走走看看 不论是牌楼的欢迎词 还是淡兰一文馆的招牌字 在更新之后 都带来的不同的感受 实定区长刘彦博表示 希望藉由一点点的改变 让实定山城更有活力 也诚挚地欢迎更多民众 来到实定一游 感受山城的迷人魅力 记者陈小丹采访报道 宝贵的自然生态 不但不能够破坏 更需要维护 新北市启动了春季无恒 近西净滩活动 淡水区带领着清洁队 和各里里长 以及环保志工们 超过400多人 一起来进行海岸净滩 希望透过净滩活动 让原本海漂垃圾 很多的淡水沙滩变得更加的干净 为了维护海洋生态与环境 并且减少塑胶垃圾 新北市日前启动春季无恒进滩活动 联合全市清洁队一起 把海岸线的垃圾清理干净 而淡水区 由区长与淡水清洁队长 洗手淡水各里里长还有环保志工队 更超过了400多人一同共襄盛举 今天天气很好 那今天是我们新北市环境保护局 一二年春季淨滩活动正式开跑 那感谢我们屋中仁区长及我们 黄俊雄会长所带领的里长及制衣工 来参加我们的净滩活动 守护海洋尽一份心 把我们的干净的海洋 还给我们的自然生态 让我们的生态能够恢复 更多的海洋资源 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淡水清洁队先为各里之工们 进行一场垃圾分类说明 还有塑胶垃圾对于海洋生态的影响 随即就带队走向海滩 开始净滩活动 现场有30多个里长 带着各里的环保志工 有400多人一同共襄盛举 队长表示希望特过淨滩活动 将原本布满海洋漂流垃圾的沙滩 可以还给海洋生态更干净的土地 我想今年度的联合淨滩 在总共高达400人 并且淡水有36个里共同站出来 所有的乡亲大家都共同 就希望能够守护我们的家园 守护我们的沙滩 尤其沙轮这个沙滩 过去到现在都是非常多游客 网红知名打卡景点 尤其在这边看到夕阳 看到落日 我相信都会是大家最美的回忆 所以今天我们共同身体力行站出来 一起保护家园 洁净沙滩仍仍有责 我们来参加我们的海岸的净滩 希望说让我们的环境更好 那这次世界地球日的主题 就是投资我们的地球 希望感谢我们所有的环保治愈工 还有公所团队 我们一起来守护环境 让淡水更好 让台湾更好 局长表示淡水沙轮海岸 过去早期是淡水人最适合休憩的景点 而现在不少游客也会来到这里 拍照看夕阳 还有许多新人也会来此拍婚纱 而一旁就是未来的沙轮文创园区 一旁还有淡海轻轨经过 因此更要将这里的环境围去干净 现场有许多里环保鞠躬都加入了净滩行列 庆出一代又一代的垃圾漂流物 将沙轮海岸变得更加美丽 也让海洋生态不受到人类废弃物的威胁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维护自然的生态环境 记得许多安一淡水采访报道 新北市汐止区的北港国小春季健走活动展开了 带着小朋友们到了便利商店派出所 还有北港国小分部深入走进社区 而其中一站还去访问当地里长 小朋友的问题呢真的是很多种 嫌下一届还选不选里长大家都很关心 下一届还选里长吗问题真的有点新啦 不过里长也很耐心回答 以邻里建设需要时间去经营来间接回应 汐止区北港国小每一年都会安排春季健走 带着一到六年级的小朋友走入社区 其中这一站和里长有约地点就在汐止农会的休闲中心 小朋友对于里长的工作很好奇 问的问题也五花八门 除了他来去东北地安怎么会去的地方呢 请问里长您觉得这份工作好吗 里长的工作您觉得怎么样 因为里长的工作是很好 但是事情很重 大大小小的事 大家都会打电话来给里长建议 就隔壁的小偶在叫 整个门上不睡觉 一天早上里长一定会去到电话 今天很荣幸受我们北港国小的校长邀请 来参加他们的访问里长的活动 也谢谢我们农会提供着这么舒适的场地 非常谢谢他们 那小朋友问了很多问题 我都一一有帮他们解答了 喜欢今天的活动 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多多认识系纸的地方 喜欢反过里长 喜欢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关于里长的事情 配合学校的课程 希望能够深耕我们的在地文化 也让孩子们更能够了解社区环境 真的也很感谢我们苏里长的一个协助 让我们活动能够进行的更顺利 那孩子也对里长的工作能够更能了解 认识里长也深入社区里头 也透过问问题多多了解地方事务 而对于小朋友的邀约 里长很重视 当天还盛装出席 穿西装打领弹 而小朋友提出不少问题 里长都很有耐心的一一回答 最后还把联络电话给了小朋友 有事都可以找里长服务 而小朋友也很认真的做笔记记下来 而这里只是其中一站 当天春游安排了好几个据点 从我们的社区服务祥银街 到四本便利商店 以及到轰内派出所 还有到棒球场 那我们现在的是三年级呢 也来我们这个农会这里呢 那还有轰内分班 最后一个呢 在我们狗北店前的空地呢 也都有进行各项的认识社区 从北港国小出发 他带着小朋友到学校旁边的便利商店 派出所以及在往西湾路里头走的 北港国小分部 并且访问了当地的里长 让他们对于成长的这块土地 有更认识更熟悉 这场惠林细致采访报报道 请注意 未来民众协助检举交通违规 动态部分已对交通安全危害性较高 且警察不宜实施机查取缔 致违规太阳为主 如恶意逼车 闯红灯等 静态违规则以严重影响 交通安全与秩序的违规停车 如并排停车 在路口违规停车等 另外连续违反同一规定违规行为 时间相隔不到六分钟 及行驶没有超过一个路口 只能合并举发一次哦 其他交通违规 人可拨打110 请警察到场排除 维护交通秩序 全民吸手把关 共同维护交安 内政部警证数 感谢您 你要想想看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选择不要再扯 我们现在加入我们的联盟罗战营吗 没有人会知道事情外流的 放心 我们算是同乡 这是我给你的优惠 我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 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 事实上 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 吸引被害人上当 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 逐渐降低被害人紧接心 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 随即捐款而逃 千万别上当啊 轻松致富多陷阱 脚踏实地最实在 攻入诗被秀 Ready GO 2023年新北市纪录片奖的 优选作品名单已经出炉了 市长侯友宜出席参加 并且鼓励创作团队 持续用纪录片来记录每一个感动的时刻 也能和国内外产业进行合作 让这块土地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 新北市长侯友宜揭晓了2023年 新北市纪录片优选名单 并表示入围就是肯定 市长更鼓励创作团队 持续用纪录片记录每一个感动的时刻 如南透过国内外产业合作 可以让这块土地被更多人看见 其实入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肯定 因为新北市的纪录片 纪录片很多人来报 这么多片塞几到二十四步 这一支要征捷十二步 秦某林及秦慧六步要抢一步 他们要干净 这个不能够 那我们期待的是 这些纪录片不敢得奖的因果 所以留下来是一个美好的记忆意外 那未来有机会 能够到我们的外区 或是到我们的国内 甚至到新北市可以提供 产业的大家一起来看 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纪录片拍出来 这个对我们留下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办法 新北市纪录片奖今年总计 开始产生发挥公共的影响力 我甚至如果不讲 我会忘记 这叫做新北市 我一定要在新北市 因为没有这个界限 它是自由的 所以我必须非常坦诚的说 包含福宗十五 包含整个的 包含整个这个纪录片 接下来的兼职课程 它其实是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能够成立十三年 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在这边我要真的谢谢局长 还有谢谢市长 今年更提高优选影片拍摄基金 为新台币30万元 新北市13年来持续打造 新北纪录片友善城市的形象 预计10月下旬举办颁奖典礼 公布今年度新北纪录片奖前三名的得奖者 并且将所有优选的影片 也在新北市国际纪录片里面 进行手艺 向大家亮相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 新北市的社团法人 玉山菊园协会举办了 诚心守护乐活独老物资捐赠活动 前往乌来信贤部落 捐赠了55份的住福箱的物资 给校医、信贤、福山 三个里的独居长辈 还有弱势家庭 市议员对于协会所带来 满满的爱心相当的感动 也代表族人感谢协会的热心工艺 玉山菊园协会举办 诚心守护乐活独老物资捐赠活动 走入屋来关怀独居长辈和弱势家庭 首颇圆香关怀行动 来到了信贤部落 捐赠55份祝福箱 给校医、信贤、福山三个里 箱子里包含了白米、罐头、 面条等日常生活必需品 还有新鲜的南瓜 协会创办人陈云老师表示 台湾已成为高龄化社会 圆香长辈更需要被关注和照顾 除了透过物资捐赠 为长辈们带来一份温暖和关怀 未来他们还计划到不同的据点 陪伴长者和弱势家庭 这个只是我们的开始而已 我也希望能够密切的 跟马建议议员做合作 就是当我们开启了这扇门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善意之后 之后呢他所需要的 尤其是陪伴 我觉得陪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也希望往后能够持续的 有机会在某一个定点 去陪伴这些长辈 看见玉山局员协会 带来满满的幸福与温暖 新北市议员马建 表示非常感动 他说物资的内容非常丰富 对于行动不便的长辈 或者是弱势家庭来说 这份物资为他们 带来更多支持的力量 屋来四个部落五个里 其实在定义上是偏乡 其实要买到物资 大家都必须要开车到新店才有办法 那特别是我们部落 还有偏乡也有一些低收入户啊 或是这个老人家 在行动不方便或经济上 不允许的状况下 能够得到这个玉山局员协会的关爱 那我在这边代表族人 谢谢玉山局员协会 由陈云老师创办的玉山局员协会 从成立以来经常热心公益 除了第一波的捐赠之外 接着还会捐赠给乌来和中置两个礼 总计将在乌来原乡捐出140份祝福箱 玉山局员协会表示 陈兴守护乐活独老物资捐赠活动 已经连续举办三年 今年同样也会巡回全台 预计捐出1200份祝福箱物资 希望这份爱心能不断的传递下去 让社会更加和谐与美好 记者陈小丹采访报道 东南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举办成果展 特别邀请新北市深科区长黄美华 还有多位里长和学校师长 共同欣赏他们精心准备的演出 包括了音乐 舞蹈 戏剧等等 内容相当多元又丰富 让贵宾们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东南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举办成果展 邀请在地乡亲和学校师生 共同欣赏学生的精彩演出 深科区长黄美华以及多位里长 都特地前来观赏 首先登场的就是由来自马来西亚的 周秋红同学带来动人的歌声 周秋红同学在各大比赛中相当有知名度 被称为奖金猎人 因为只要他一出场开口唱歌 冠军就非他莫属 而紧接着上场的是战鼓坊 以浪为主题 带来震撼人心身丽其境的感受 而仔细一看 击鼓的好几位同学 也都分别出现在其他的表演节目中 表演系主任吴维章就表示 这是东南科大表演系的特色之一 希望同学都能够透过跨域学习 获得更多技能 现在因为网路发达 资讯取得的更容易 那现在这个我们系呢 东南科大的表演艺术系 非常强调跨界合作 跨界合作包括像记者 或者跟我们之间 我们也要了解别人是什么样子 所以同样的我们这间的学生 不只会灯光会主持 会唱歌的也会跳舞 对我们都希望他们至少 至少横跨两个领域以上 这次的成果展中 还有今年刚出MV单曲的 第二期ESG女团 以及首度成团的SA1男团 各个都才艺满点 不论是以团体芝芝演出 还是个别登场 每一个表演节目 都相当完整精彩绝伦 不论是主持 唱歌 跳舞 还是幕后的舞台灯光 这场成果展全都是由 学生一手包办 东南科大校长李清莹就表示 学校除了给予训练课程 也着重于食物的结合 让学生在毕业之前 就能够拥有就业的基础能力 我们除了这一些 正式的训练课程之外 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的一些 单位让他们 利用暑假跟寒假 能够去他们的一些剧场 或者一些 舞蹈的一些场地 他们都有在做实习 而且这个实习是有分数的 那我们藉由外界跟 我们校内的老师 共同来辅导 然后让他们呢 在毕业的时候 都已经拥有一些基础 这场成果展的内容 丰富多元 包含了音乐 舞蹈 戏剧等等 每一个演出节目 都看得出学生们用心的准备 以及扎实的表演功力 而紧接着他们在6月份 也将有戏展演出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多加关注 东南科大表演艺术系 份专讯息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今年初一品书屋 进驻了新北市淡水区后 受到许多爱书民众的瞩目 这家不以赚钱为目的的书店 不但坐有淡水的山海美景 店内藏书更是高达4000多本 官方更希望 借由每个月 所举办的多场展演 的活动 让民众感受到更多的艺人内涵 王品创办人 戴生意创办的一品书屋 今年初进驻新北市淡水 并且吸手新北市立图书馆 扩充藏册 不以赚钱为目标的一品书屋 菜挑高的设计 围绕螺旋书架 搭配通透的玻璃采光 让淡水细阳照应在书册上头 民众只要100元 就可以在书屋坐上了一整天 而且还可以享有无限量的 畅饮咖啡茶饮 而里头的书籍多达4000多册 我们馆内有精装的图文书将近4000本 我们有饮食旅游生活美学等同书 我们100块就可以一整天在我们馆内阅读 我们还提供了咖啡跟茶等饮料 都是不限量的取用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吧台区 有咖啡跟三种茶 都是大家可以无限的畅饮 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把阅读推广到 这个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让阅读成为台湾最好的风景 位于淡水区中正路一段 馆内挑高两层楼 空间更为宽广明亮 为了配合陈列设计 精装书籍扩充4000多本 包含了饮食旅游生活美学 还有同趣书籍各国外文书籍 以及秘鲁小书同趣中的洞洞书 立体书哈利波特等等 此外馆方每个月还会举办 五到六场的展演活动 包括了艺文演讲 就是希望带给书屋阅读的民众 享受不一样的艺文环境 我们还有更特别的书 就是秘鲁的小书 大家看到这些秘鲁的小书 可是真实的书 每一本书里面都是有文字的 那大家有看到包括这么小的书籍 里面都是有真正的文字在里面 非常的丰富 这个空间里面最重要的是 它是非常的安静而且是悠闲的 所以你在馆内你可以得到 跟外面不一样的阅读的享受 官长表示一品书屋与传统书店最不同之处 就是里头的市面上独特少见的精装图文书 类型涵盖了饮食旅游生活 美学童书外文等等 而目前淡水扩充至四千多本的藏书 还有许多已经绝版的书籍 让爱书人特地前往搜寻 尤其是秘鲁小书 以及童趣中的洞洞书 立体书 哈利波特等等更为独特 更受到大朋友与小朋友的欢迎 而在书屋进驻淡水之后 空间比以前更大 目前一品书屋淡水管将尽有250平的空间 明亮时尚 挑高透视的舒适空间 将阅读品质提升至最高层次 更是许多网美打卡的最爱 也期待未来能够成为淡水人文风貌的新地标 记得许多网易淡水采访报答 新北市泰山居空所在公所礼堂 举办了一场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区长郑淑敏表示 无论生活再怎么艰苦 身为母亲 总是能够以他们的坚毅任性 来为家人无私奉献 是我们心目中的超级英雄 母亲节别忘了向妈妈来说声 妈妈我爱您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到来 台山居公所为感谢全天下母亲的辛劳 以及唤其民众对家庭教育 倫理道德的重视 由区内各里评选出来的 17位模范母亲在公所礼堂 举行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都由各里来做推荐 我们的妈妈都具有建议的这个个性 除了照顾子女之外 还有侍奉公婆 让先生在工作之外 午后不知呦 泰山居母亲节的活动 特别写 这叫Shiro 不是Hero Hero是男人 叫英雄 Shiro加一个S 代表女性的英雄 而每一个妈妈 都是家庭最伟大的存在 I'm Shiro 绽放美丽光彩为这次活动主题 每一位接受表扬的模范母亲 都有其奋斗经历或感人的故事 无论生活在怎么艰苦 身为母亲 总能以她们的坚毅任性 为家人无私奉献 是我们心目中的虚弱 发出爱的光阿妈 祝福 祝福我们全天下 所有男性女性 我们都母亲节快乐 因为我们在这世上 都是因为 我们有一位最伟大的妈妈 这些妈妈 都是我们心里最棒的虚弱 就像女英雄一般 除了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之外 还能够从事公益性的活动 我们祝我们泰山区的 模范母亲们母亲节快乐 泰山区长郑淑明表示 在这温馨的节日 提醒为人子女者 更应该把握机会 给妈妈一个温暖的拥抱 也别忘了 向妈妈说声 妈妈我爱你 母亲节快乐 记者回宣泰山采访报道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好奇仪式 青春仪式 防毒反毒 不碰毒 人生总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你可以不予理会 也可以提前防备 你可以一意孤行 也可以起身远离 好 再见 你可以钓鱼清新 也可以起身小心 记得下载行动水晴APP 协助你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经济步水利鼠 苦口婆心你 好 停 然后收拾声 准备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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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毒品新增人口下降只是第一步 我们更要支持戒毒者 当他们失去接纳支持 毒品可能又趁虚而入 政府提出再犯防止推进计划 减少毒品带来伤害 更需要用友善接纳关怀 支持戒毒者回归正常生活 台北市市林夜市发生了杂摊打人的事件 开牛肉汤店的老板骑车经过麻将摊的时候 向客人挡到碍事 麻将摊的老板认为 这样被找麻烦而怀恨在心 趁对方凌晨收摊的时候 找来两名友人杂摊来报复 警方巡献调阅监视器 把涉案的一干人等全部都逮捕归案 一群扼煞手持棍棒 将牛肉摊位砸得面目全非 路过民众全看傻了眼 警方接获报案赶赴现场 砸摊扼煞早已鸟受散 调阅监视器后发现 原来是和麻将摊的老板起重途 事发在4月30日凌晨 原来被害的软姓老板骑单车 经过麻将摊时 不满客人挡到怒呛对方 麻将摊老板心声不满 认为对方刻意找查 趁他准备收摊时 找来两名友人杂摊报复 并将人殴伤 被害的骑乘脚踏车 经过这个麻将摊前面 与这个张姓老板的客人 发生口角纠纷 张姓老板于是心思不满 认为被害人故意来找查 理想他做生意 所以心思不满 口角纠纷演变成杂摊 嫌犯滋事后还一副轻松自在 视若无睹 市邻警分局已经将涉案人等 全数带回征讯 并依违反刑法聚众斗殴 毁损伤害等罪嫌 移送法办 记者游祥婷 台北采访报道 为了更加推展台北市的观光旅游 观传局特别邀请了旅行社的业者来到了大稻城 体验台北一日游的行程 搭乘蓝色公路 游船欣赏河岸的美景 同时也宣布 7月1号到8月20号 整个夏天在大稻城码头周边 安排一连串的精彩的活动 邀请大家届时可以一起来享受台北的浪漫城市风情 台北市观传局长陈淑慧来到船上亲自跟大家打声招呼 热情欢迎旅游业者一起体验台北市的专属行程 像是道道城的蓝色公路旅游路线 除了能搭船浪漫游客之外 还能参加一系列夏日河滨活动 除了沉水上的沉船体验之外 在整个夏天7月1号到8月20 只要是傍晚10分到晚上9点钟 我们这个陆域上面有很浪漫的灯光 船上也有灯光 你从路上看水上 水上看路上 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风情 观传局出了邀请多家旅行业者 到台北市各大观光景点采线 7月1日到8月20号整个夏天 还在大道城安排一系列丰富有趣的活动 等待大家一起感受台北河滨码头的浪漫风情 那当然河滨其实我们还有本来 原本就已经有货柜市集 那我们已经跟货柜市集都已经讨好了 到时候他们会有音乐然后这个美食 到时候呢 欢迎大家到这边来 就代客到这边来 就是我们可以从下午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迪化街 商圈逛一逛走完之后呢 到这边来我们可以这个吃点东西 然后听个音乐 然后看看晚霞 然后呢就是在河上这个游船一下 大概到8点多点什么等的烟火释放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夏天的一个游城 搭船游赏水上风情 听着萨克斯风的音乐饗宴 到了傍晚灯光点亮 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走到传统欣赏河岸周边建筑 还有水波的涟漪 喝杯饮品感受不一样的城市之美 记者前秉轮台北报道 为了更加深化台湾文化还有国际交流 台湾工艺研究中心 以我们的家台湾绿工艺关系美学来作为主题 展场设计以家的形象来作为框架 分别为地球家园 社区家园 还有心灵家园三个展区 搜罗了42位台湾工艺家的丰富的作品 将要在5月12号前往美国华盛顿和纽约两地来进行巡回展出 云伦嘹亮的阿卡贝拉和声演出 为我们的家台湾绿工艺关系美学展前记者会揭开序幕 汇集台湾各地42位工艺艺术家 以三大策展主题地球家园 社区家园及心灵家园为框架 5月12号起将前往美国华盛顿及纽约两地 巡回展出蕴含人文环境关怀的丰富作品 台湾除了台积电让世界看到 是不是台湾丰富多元的文化应该被看到 基于这三个台湾应该要做三件事 第一 让文化走出去 第二件事情应该把台湾对善进环保的责任 也让世界看到 主办单位表示 台湾因为丰富的自然人文孕育出多元的工艺 这次赴美参展 以人为本的核心思考 将自然 循环 平衡 宽容及生命力等绿工艺的精神 融入策展理念 表达对自然环境永续发展的重视 我们用工艺来对接人跟人的关系 跟自然关系 跟安定自己的身心 工艺已然成为社会的处案线 我们善进以台湾人虽然不是很大堆 可是我们是多元族群 可是我们善进地球责任 我们善进人类责任 定潮艺术家郑梅玉一边为现场民众介绍 手指一边上下凹折 马上就编出一只可爱的动物编织作品 这就是融合台湾本土文化及工艺技巧 5月第一站将在5月12号到31号赴华盛顿展出 6月7号到30号则巡回纽约展出 要让世界看见台湾丰富精彩的绿色工艺 记者陈敏伦采访报道 为了能够更加帮助到来台湾的新移民 适应新的环境培养更多的专长 台北市文山区公所开设包括了烹饪 减法等等各种课程 受到外界热情的回响 像是人气非常夯的法艺造型设计实物班 学员们在学到基本理论之后 来到社区的艺检活动贡献自身所学 帮忙长者打理门面 赢得社区的好口碑 万和里阿公阿嬷络绎不绝 满怀期待来到大楼穿堂 一坐定 法艺师立刻将专业沙龙理发部围在长辈们身上 简单沟通后 就要给他们来个造型大变身 仔细分好线 梳理头发再修剪 不说您看不出来 这群架势十足的法艺师 全都是文山区公所新移民 法艺造型设计实物班的学员 简大概有六七位老人 我觉得能够帮助他们 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们开心 我们也开心 来到万和里办公处 做一个社区的爱心意简 那新移民他原本他上课是非常的害羞 然后也比较没有自信 然后藉由这个意见能够把自己的新学的技术来贡献给李明 摆脱刚入学的青涩与深书 学员们自信挥洒 要是真有疑问 安辣 老师在旁坐正体点 结合理论与实物 让记忆更精进 我其实是个性是那种紧张型的 但是我今天就比上次要好多了 那我觉得我再一次再一次 可能一次一次的经验累积 那就会越来越好 超出我的想象 我本来以为他们不敢动刀 结果每个一直剪 有的剪了十几个 他们说好开心的 取之于社会 用试于社会 然后也有这个机会 就是来参加这一场 我们真的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93年开始到目前大概 也经营了这个议检 大概有20年的时间 所以说这一次 这个区长也特别推荐 这个人文客 就进到我们这个社区 来帮这些新的移民人 能够让他们有一个 这个食物上的这个操作 相亲他们也很高兴 就带个一个新的这个发型 新的这个气象回家 在即将转热的天气 理个清爽发型 阿公阿嬷是越看越满意 在不断跟法医师道谢的同时 也直呼自己好幸福 在老师徐徐善幼指导下 这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 新移民姐妹们 不仅获得一技之长 也将助人爱香精神 以实际行动融入社区 记者顾彩勇 台北采访报道 疫情趋缓之后 许多活动也跟着恢复了 已经举办超过三十几年的 松山慈幼宫奖学金活动 今年在庙内大殿盛大办理 来自双北 三千两百名的高中 还有大学生齐聚领奖 庙方希望借此鼓励同学们勤奋向学 同时也学习妈祖慈悲的精神 有朝一日也能够回馈社会 学生们开心合照 从松山慈幼宫董监室手上 接下奖学金和奖状 疫情解封后 庙方再度盛大举办颁奖典礼 特别选在庙内大殿前 在妈祖建政下 北洋包含高中职及大专院校组 总共超过三千两百位学生 住在这个几个行政区内的学生 只要认证读书 八十分其实不会很难 奖学金就把它存起来 准备以后的高辅考考试 松山慈幼宫每年都会办发两次奖学金 大专注有三千元 高中职组有两千元 总金额将近一千六百万元 只要涉及在十三街庄境内 涵盖台北市松山信义 南港内湖大安中山 及新北市细子区 学业及超信成绩 平均在八十分以上就能获奖 那也希望呢 这些得到奖学金的孩子 之后呢 这个学业还有在超信上面 能够持续的精进 那未来呢 能够在这个毕业之后呢 回馈社会 新北市细子区 因为过去有许多信众 都会坐火车前来参拜 庙方特别纳入领选名额 希望藉由发放奖学金 鼓励学生勤奋向学 同时学习妈祖慈悲精神 有在于日也能回馈社会 记者邱世民太没报道 新闻最后生活看板单元 带你来看看最近有哪些活动 还有艺文展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